全台为解封 南投亲近农场的招牌绵羊秀 回为两个月也再度登场 立刻吸引了300名的游客入园 还有人为了看秀 前一天就先入住当地的民宿了 不过还是直击到有民众 为了拍照把口罩给拿下来 另外西头呢 宣布适度的解封 开放了路股乡的饭店 还有民宿 让入宿客能够入园 但是入园数的停车数呢 同样是有四成的上限 牧羊全指挥下绵羊大军 冲下青青草原 圆滚滚的身躯 蒙度破镖 让游客们好兴奋 因为绵羊秀 然后围解封的关系 很久没有看到羊 第一场的绵羊秀 那小孩子很期待 所以我就带着小孩子 跟家人专程上来这边 第一种抓在我的手上 叫做手刀剪 快为两个月绵羊秀再度登场 立刻吸引300名游客入园 还有人前一天就先上山住宿 不过对比今年三月 每个座位都坐得满满满 地下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但如今为了防疫 民众间隔坐保持社交距离 人数也差很大 而现场还有民众忘情拍照 但口罩却没戴好 为什么你们现在都不戴口罩 为什么你们现在都不戴口罩 没有没关系拍照 不好意思 游客比较不遵守规则就是 他们会实自把口罩戴下来 那我们工作人员如果有发现的话 我们就会随时上前劝导 违规没戴口罩将可开罚三千到一万五千元 农场表示将会派人加强巡逻和劝导 避免有防疫破口 另外西头宣布适度解封 让入股乡的饭店和民宿住客也能入园 西头森林游乐区 七月十六号到二十六号 第二阶段为解封 开放附近饭店的住客入园 附近业者看法两极 但每日入园人数最高一千五百人 且入园停车数同样有四十%上限 这是避免游客群聚 大家都能安心享受森林浴 记者魏绍宇南投采访报道